赵华县政府积极争取 河美及陆港福星污水下水道系统建设计划 经内政部同意核定 河美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一期实施计划总经费30亿元 陆港福星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一期实施计划总经费约26亿元 两岸计划用地均已经完成征收 16日上午县长魏明谷与内政部长叶俊荣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招委洪忠义等人现场视察 期望完工后能够改善河川污染状况 提升县民生活品质 魏明谷魏县长对于推动污水下水道系统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视 所以他不断地为张华县 现在五个正在推动的污水下水道系统 一直努力争取预算 争取中央的支持 在委员们包括红综艺委员 许多委员都共同支持之下 努力推动 那现在经费也有了 推动的机制看起来卡锅有了 各种方面都已经准备好 现在就是如何大力去推动 来实现我们卫县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怀 那我们污水下水道新建工程盖完了以后 可以解决我们这个都市里面恶错的问题 以及这个环境卫生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欢迎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来这里考察 那也感谢我们内政部的部长 能够支持我们俄美污水下水道新建的工程 彰化县目前包括说20已经完成了 现在施工的进度上就是彰化市 再来就是鹿港、河美、圆林 大概这五个区啦 未来中央官包括西湖区 包括北斗区、田中区 目前这个污水下水道的核定 中央都还没核定 所以到时候也要拜托彰化县政府 赶快把这个案子弄好 拜托这个内政部全力支持 河美镇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一期计划 自107年起开始执行 完工后每天可处理9000公吨的污水 鹿港福星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一期计划 也将从107年起执行 完工后每天可处理12600吨污水 卫县长上任以来积极推动污水下水道基础建设 藉由污水下水道系统的建设 改善河川污染状况 提升生活品质 达成现代化都市的标准 公语频道林俊明综合采访报道